就是他們也還有跟我說 就是我們應該要把你生得漂亮一點 才不會被人家罵 我覺得講外型這方面 其實會讓我覺得 講到這個還是會有一點難過 在Casting逸杰之前 我完全不認識這個人 那我很記得 他一走進來的時候 我覺得是浪費時間 第一 他走進來就是一個 素人中還要素人 但是我把攝影機對著他拍的時候 然後我就馬上就跟逸杰說 有沒有人跟你說你上鏡跟不上鏡 樣子差很多 他上鏡會有一種魅力 你想要看他接下來要搞 他是一個很認真的演員 他說因為他以前 娃娃音非常非常的重 很多的視鏡都沒辦法闖透 所以他用了 譬如說喝烈酒 那我就覺得一個對演員 這樣的職業 這麼的執念 這麼執著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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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或許是一個 是一個 是一個風險 但也是一個 突破也是一個創作 然後或許他可以幫這個戲的 你要注入 所謂新的夏天庭的一個人 夏天庭是一個 很惹人 連 必須要惹人 連 憐敏的人 那 憶姐主要也是 我希望找一個是 觀眾看人 他會覺得 會開始起 連你之心的一個 一個 至少是這樣子的 臨上的女生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笑 其實我有特別去上網查一下 就是練習 笑容 這件事情 他說有一個穴道是可以放鬆 然後讓你笑得很漂亮 就是很認真這樣做 然後因為 因為我力氣其實蠻大的 然後就想說 嗯 這樣推一推 結果 當我要去洗澡 因為我們家比較暗 然後我要去洗澡開燈的時候 自己全部粗殺了 這小女孩 十幾歲就揹著她家裡 幾千萬的大衣 她說 她說以她自己的人生經歷來講 她覺得 她看這個角色 她覺得她很療癒 這2020年 大家過得都不好 那 當你看到這個角色 你有被療癒 那我也希望 讓你透過這個角色去療癒所有 看這個戲的觀眾 其實我 一剛開始開拍的時候 因為量其實蠻大的 然後我就想說 嗯 應該一個月以後就可以洗澡 應該是一個月以後 就是你如果看到明天還是很多台詞的時候 就還是會有一種 啊 拍了 滑吧 我就覺得 嗯 好像有 就 又讓我有另外一種 起霸跟改變 因為 她沒有時間等你 從哪裡出來 她就是一個 很快速的要出來的表演 她是 電影畫出偶像劇 拍電影的時候 她會把鏡頭藏起來 把鏡頭 導演會說 你不要管鏡頭 你表演就好了 她來拍偶像劇的時候 她變成要去找鏡 導演會跟她說 你要找鏡頭 你要把你 哪一個 你的面向哪一面好看 的觀眾 所以她也在 做這樣的 這樣子的一個表演方式的一個轉換 有一場戲我很挫敗 但我其實我也不怕丟臉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觀眾沒有看到的 我其實是一個偏3C白癡 所以其實我打字呢 我用電腦打字 是一隻手 然後是用食指 然後這樣子壓著 就可以慢慢打字的那種 可是因為夏天晴它是一個 零售騙騙的總經驗 所以她打字一定是很流暢的 對 然後有一場戲 有一場戲是要演就是 我很累 然後我在 我在就是 打瞌睡 就是電腦打一打 然後打瞌睡 可是邵翔跟李國宜 他們在旁邊看都會覺得 這個人怎麼 就是你可以漂亮一點嗎 其實台內很多人 用很質疑的角度在看 為什麼要 做這樣的 Casting的選擇 那很多觀眾一直在說 網友在說 他很老成 可能說啊 他想像姐弟一點 但是這是他 人生的經歷所產生的 這個影響下 那我也覺得很符合我 戲裡面的女主角 他一直從小到大就是 沒有 就是很倒楣 但是他也用很正向 很樂觀很積極的態度去告訴自己 沒關係別倒再爬球 十幾月扛了幾千萬的債務 這一路已經扛了十幾年 他的人生比我們一般人過了 是Double的人生 那我相信 其實我 老時候我很心疼這個 這個女業員 就這樣 我其實 一開始人家說什麼 臉凹 顴骨高 這一類的東西 我會 我會 覺得說 所以顴骨高的人 就不能演戲嗎 就是我 我覺得講 外型這方面 就是會 會讓我覺得 就是我知道可以不用在意 因為其實像 像李國藝啊 然後或者是梁蘇翰他們 他們就會 就是會 會跟我說 其實不用在意 對不對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 就是還是會 講多個還是會 會有一點難過吧 所以他講他 這個華巴克是一個機會 他可以讓更多人看到他 然後更多人認識他 所以他 所以他 願意聽在那裡 然後 但是他又不願意去 販賣自己的表演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 又懂事 然後又 又專業 然後 又有對表演 有一種執念 跟熱忱的一個演員 雖然我 不是 一個 在常常出現 就是以前不是一個 常常出現在電視上面的 但是呢 我覺得這對我們來說 就是不管是夏天 夏天前開始理解 都是一個新的挑戰 如果當我看到別人給我鼓勵 然後 或者是別人 就說 天行越來越漂亮 或什麼的 之類的 我就會 就是 我也會因為這樣子很開心 就隔天拍戲就會覺得 我 我帶著大家滿滿的鼓勵 然後 跟 跟喜歡 我問你 是 看到